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木子的快乐厨房一起简单煮快乐吃 喜欢吃盖蓝的朋友 今天我们来做橄榄菜炒盖蓝 我第一次做这道菜我家人都赞不绝口 真的很好吃 这道菜做法简单 而且是绝大部分人的口味 赶紧收藏食谱了 也按一下追踪关注我的频道 因为您将免费收到我每天上传的简易食谱视频哦 如果愿意也顺手给我一个赞 是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感恩大家的支持与陪伴 我的YouTube有两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芥兰的高纤维含量可以预防便秘 并促进肠道健康 芥兰中的纤维还可以让你更快有饱腹感 减少你想吃更多东西 或在两餐之间吃零食的冲动 现在就开煮吧 材料有盖栏 橄榄菜和姜 将切末 盖栏切断洗净备用 盖栏切断洗净备用 跟着屏幕一起来调酱汁吧 锅内加水煮开 下盖栏焯水两分钟备用 焯水加点盐 会使蔬菜中的色素更完美地展现出来 使蔬菜更脆爽鲜嫩 在盐的作用下 能有效地保留蔬菜中的营养成分 抑制蔬菜里养分流失 盖栏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做出来的很多菜肴口味也很鲜美 但是这种蔬菜在制作前是需要进行处理的 它需要进行焯水 这个步骤是不能省略的 因为在盖栏中含有一定量的草酸 只有通过焯水才能够使草酸得到去除 虽然不能去除全部 但是能够去除一大部分 如果不进行焯水的话 草酸进入人体是不利健康的 热油炒香浆末 下蒜末 一汤匙橄榄菜 炒香后下盖栏一起炒 下调位置 下调位置 炒片刻就可以了 炒片刻就可以了 盖籃倒入盘内摆盘 美味橄榄菜炒盖籃就做好了 这道菜很下饭呢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您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简单食谱 喜欢烹饪的你就不要错过了 现在就顺手关注我的频道 在不懂要煮啥的时候就翻开看看 我有2000多个美味食谱等你来翻牌哦 愿意的话也顺手给个小爱心 感恩大家 还有我的食谱有双语版本 每天中午12点会上传中文版本 而晚上8点半上传英文版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了 盖兰是一种云台科蔬菜 含有草酸 草酸是一些蔬菜中天然存在的物质 在某些人的尿道中可能会结晶为草酸盐结石 蓝蓝油中所含的维生素液是血管保护剂 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脂 经常食用橄榄菜不仅有助于胃溃疡的辅助治疗 还可预防胆结石并起到治疗背部疼痛的作用 对结肠癌的发生和形成也有比较明显的预防作用 经常食用橄榄菜还能降低血管硬化 高血压 心脚痛和各种肥胖症的风险 对心脏病也有极好的预防作用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